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来看面积的比值问题 那么ABCD是一个正方形 EFGH是四个边的终点 我们要求绿色面积跟白色面积的比值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做红色的切割线 把下面这个叶片分成两个弓形 那么经过了旋转之后呢 我们发现上面这个弓形呢 跟这一部分的面积做了结合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弓形也旋转90度 我们发现这一部分的面积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面积了 我们再把其他三个叶片 也用相同的方法切割并旋转 经过重新组合后 我们发现 绿色区域的面积跟白色区域的面积呢 是1比1 也就是它的比值是1 是1比1 也就是8比3 2比3 5比4 2比4 5比4 4比5